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宇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 為你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城市導覽員 他們有出一個觀察台北的20個角度的這樣的城市導覽 是邱毅先生 各位好 邱毅先生 我是邱毅 好 那麼第二位呢 是 他媽很宏儀 好 真的嗎 真的 在瓦毅地區擔任導覽員的阿何先生 好 那麼還有一位是專門輔導 街友自立協會的志工曾文琴 還有一位是在地體驗的設計團隊 那麼他現在專攻兩個地方 花蓮跟蘭嶼的阿達 蔡生達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阿達你是什麼叫在地體驗設計 其實我們會講說在地體驗設計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在帶領大家走進去的那個內容過程其實都是由在地人決定 然後我們會去爬蘇屬於這個地方很獨特的生活面貌 然後我們重新把它轉譯成可以被體驗的 透過這樣的過程希望大家走進去之後是可以去理解一些地方的生活面貌文化這些東西 這是花園的什麼部落 花蓮的什麼部落 這個在花蓮的那個萬榮鄉 那個 知道萬榮鄉在哪裡嗎 花蓮的萬榮你知道在花蓮的什麼地方嗎 對 東部西部南部北部還是 Somewhere 對 就大概是這種感覺 就一般人不知道 那它其實是在瑞穗上面 真正的答案其實就在花蓮 對 洪奇尚一直要這樣子嗎 OK 它在哪裡 它在那個 大家比較知道的大站就是瑞穗 對 花蓮的瑞穗 那它離瑞穗大概15分鐘的車程 那那個地方是我們進去的 你是瑞穗進去的就對了 那不夠瑞穗 對 那它進去的這個部落是布農族的部落 那它很特別的是那個地方都是阿美族 只有他們是布農族 那就跟他們的一些歷史 遷徙的淵源有關係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在不同族群的交融之下 就長出了很多不一樣的面貌 布農族的女生跟阿美族的女生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最常跟大家分享的 就來自於說你要辨識他是不是布農族 就先看他是不是沒有小腿 怎麼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們就是在身體的體態的結構上 跟阿美族不一樣 對 跟阿美族不一樣 光主要就是像阿美有分海岸跟重骨 那布農族就住在比較山林 所以他們的身形 就是布農族的會比較重 然後他們不是胖啦 是骨架比較大 所以背刷 小腿就變得比較粗壯 你知道主持人有時候會弄陷阱給你知道 對 然後阿美族的 像是怎麼看你怎麼去布農部落 不會不會 因為他們自己也會開這個玩笑 對 那阿美族的就是身材會比較高挑 阿皮膚比較白 從後面看不到小腿 從哪個角度都比較看不到 小腿不明顯就對了啦 對對對 OK 那所以這個是在布農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嗎 其實這個我們的這個照片裡面看到的 它是我們把這個石板屋堆疊的那個工法 然後把它轉譯成可以被體驗 大家是把這個石頭的堆砌的方式到溪流裡面 然後把它堆成我們的椅子跟餐桌 因為其實一般時候大家去認識石板屋 石板屋不是布農族特有 像排灣族盧凱族也有 那大家就是去參觀石板屋嘛 去了解它的結構 可是一般很難可以去親自去蓋一間石板屋 可是我們不可能讓它蓋出來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這樣的一個工法可以運用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在跟在地族人的討論之下之後 就發展出了這樣的一個體驗方式 你可以自己堆疊你的桌椅 然後你又可以理解這個所謂的石板屋的工法 它為什麼可以那麼堅固 譬如說現在在台灣有被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的一個石板屋聚落 就有六百年了嘛 那它的屋子就保存了這麼久 然後沒有用到水泥跟釘子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種方式 讓大家可以去深刻理解到這個古老的智慧 那是舊地取材囉 對 舊頭收起來來蓋房 蓋那個桌子 對 那是他們當場蓋的就對了 所以我們參與的人都要一起幫忙 那個椅子在水裡面的堆疊 所以我們把樹幹放在上面 至少有一餐這個還蠻好吃的對不對 對 那這些都從台北帶下去的嗎 沒有沒有 那個食物的部分也都是在當地的季節 然後就地取材 所以我們從吃飯 然後到你要做出這個桌椅 全部都是要大家一起動手完成 那你的那個餐桌上面有什麼 我們這這張上面其實基本幾個就是 譬如說當地會有地瓜啊 蝸牛啊 有下過魚就可以加菜嘛 對然後山蘇啊 那是什麼 蝸肉 對 蝸蝸 蝸肉 對 所以他不只是鹼而有 他還會跟當地的婦女一起參與怎麼處理這個關聯 好 我告訴你老婆 其實處理蝸牛是很不簡單的 嗯 要想想 很想 第一 要會是要懂得怎麼做 要說好嗎 我台東人 我就從小吃那個長大的 啊 難怪長這麼帥 蝸牛也很好吃 蝸牛也很好吃 你根本不加醋味 沒有 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你體驗那個生活 真的你會就地取材 蝸牛是滷好爽 它會跑出來 你這樣下完雨 然後清晨 天海沒亮以前去撿 對 剛剛天亮的時候 那再來就是說 蝸牛一定要有膠 你不只能拿去煮一湯 你蝸牛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但是你要把它敲破以後 你那個殼弄掉以後 你才不會掛到嘛 對 那再來就是說 要把它的內臟全部拔光 只剩那兩臂肉 那再來就是 你都要蓋那個瘦 瘦要不要把它蓋掉 以前我們沒有明環的時候 我們用什麼 煙 用那個 煙茶 刷的那個 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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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燼燼 灰燼燼 然後再擦蒜頭 很好吃 回家以前都煙茶 我以前都煙茶 還有灰燼 灰燼 灰燼燼 那問一下 所以這是多少人的參與啊 我們每一個T次都限制的人數 都還滿嚴格 就是我們家工作人員不超過20 聽說還有殺豬的體驗 對 那其實我們不是只是 應該說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殺豬這件事情 我們會把它放在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 因為在布農族的文化裡面 他們有一個分肉理 那他們這個分肉理是非常嚴謹的 那你從透過這個殺豬的過程 你會認識布農族的文化之外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 就是很多人在吃食物 從來沒想過他的食物怎麼來 然後他不知道一個所謂的生物 他或生命它消失的時候 他就是為了保足我們的生命 如果要賣便當 看到那麼大的豬肉 也不知道他怎麼處理 對 聽說布農族殺豬有特殊的技法 對 他們其實布農族人 他們應該說不只布農族 很多就應該說原住民族 他們對生命都非常的尊重 那在布農族裡面 他們一定要一刀斃命 那個動物 而且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如果說是喜事 布農族他們刀子進去之後 還會動一下 要讓那個豬叫得很大聲 那我就問他為什麼 這樣不是很殘忍嗎 他說其實 其實對他們來說 他們讓這個豬的聲音 可以傳到很遠的地方 就是要 第一個是有點像報信 告訴大家說要喜事了 然後大家可以來參與 再來是 他透過豬的叫聲 告知這個主 他就在那裡叫就是有喜事了 那邊要動了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那個叫聲 可以把那個小米 他們的農作物喚醒 他們就可以長得更好 所以其實他們有很多的這種 從千古以來傳承下來的 這種跟環境之間的 那種溝通的方式 跟共存的智慧 有意思 所以真的是找一隻豬 來讓我們體驗 我們要親眼目睹 怎樣給他一刀斃命嗎 我們在T次裡面有帶豬來 是真的大家都要參與 但是在這個行前 我們有跟大家有很多的溝通 所以我就說要報名 我們的活動比較複雜 就是你要經歷過很多的篩選 然後你還要寫參與的理由 你要做過功課 然後我們就覺得 讓對的人進來比較重要 那你有那刀嗎 一刀斃命 有 我有參與 我一定是先參與過 才覺得它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放在裡面 那有一個技巧嗎 其實我覺得是你要刺得很準 然後再來是不能猶豫 你猶豫的話很容易就會刺手 對 那我覺得 刺手它就不是一刀戲了 其實你也就另外一個邏輯 你既然已經要殺它了 你就一刀給它斃命 不要讓它那麼痛苦 對 而且所以你在這個傳統裡面 如果你沒有一刀讓它斃命的話 是觸犯禁忌的 然後你還被老人家罵 對 就是他會覺得說 就是這件事情是 應該要照原來這個方式做 你沒有符合的時候 其實就是也許會有不好的事發生 其實很多文化就在我們周遭發生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對台灣我們自己的土地我們沒有了解 那剛剛講的這個 木農族的文化 對 因為你牌豬肉 那是一隻豬多豬來 活的豬真的來 對 然後你去參與體驗的人 要拿刀殺它 對 然後一刀給它斃命 對 對 那接下來就是切塊 一塊一塊 那為什麼會切成這樣呢 其實他們 木農族的那個分肉是很嚴謹的 那他們會有分部位 就是譬如說某一個部位 是要給什麼階級的老人家 那像布農族本身沒有頭目嘛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原住民族也都沒有酋長喔 就是 喔 是喔 對 我們沒有酋長 喔 那老大是誰 就是他們像布農族來說 他是家族制嘛 所以他們會有組長 就是推派出來家族的騎老 那像他在分肉上啊 一般來說假設是也跟狩獵好了 他們打獵下來 他們的後腿肉 一定是會給他們最尊敬的那個老人家 最好的肉 對 所以他們會有區分這樣子的部位 前腳跟後腳 算是後腳 對 前腳後腿肉 後腿肉是最珍貴的 對 所以可能打到的那個獵人 他會把他分享給他最敬重的老人家 後腳比較有肉啊 所以我們如果這裡這樣子 六個人 就分給你啦 他就是分肉 後腳肉應該是他吧 年紀最長的 最長的嘛 對 那像我們最年輕的是分到什麼 最年輕有時候會分不到 對 因為他在分肉的過程裡面 他未必是會給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他是像譬如說打到的那個人 他可以決定嘛 那他就會 譬如說他要分給 是在村莊裡面的老人這樣 那如果說謊的人分得到嗎 說謊的人喔 例如說怎麼樣的說謊 就是說已經很老了 但是還講自己最年輕啊 可能我們會有那個同情的分 同情票啦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我跟他說我長好 昨天去台南 然後剛好去一個 阿漢你才會記得 然後呢 他算是鎮頭界的小教父了 然後呢 就很年輕 然後呢 去他家 他們家房子六十年 有結婚啊 你知道嗎 好幾家人一起住 一個晚上叫我三次 阿姨你要喝一下 喝個涼嗎 很想要把他打下去 叫我阿姨啦 阿姨他幾歲 他二幾歲啊 他就叫我阿姨 他覺得我跟他媽媽 會手差不多啊 他就叫我阿姨 美人姐啦 他真的叫不出來 這樣就要給他打下去了 真的耶 一個晚上他在吃飯的時候說 阿姨我會 不會啦 以後送給你還是會後腿肉 我再休息一下 其實喔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我們看到剛才阿達講的 就是說他們豬台後 真的一隻多豬 然後有人把它一刀斃命以後 然後就是現場分豬肉 對 那他們是這樣 他們的概念聽說是來自於 他們去打獵以後 我有打到 其他人沒有打到 所以那個豬肉大家分 才有肉可以吃 對其實他們很強調分享 包含像打獵裡面有一些 要遵循的一些儀式嘛 或者是一些規範 像假如有人上山打到獵物了 下山遇到另外一組人要上山 對 當場就要把他打到的分 給準備上山的這些人 那就不用上山了嗎 他還是要上山 就是他是一種祝福 然後把我的豐盛分享給你 那如果你沒有分 其實就是也是會觸犯禁忌 是 他們其實在很多的生活周遭裡面 有很多這種分享的概念 分享 對就是我們 慷慨 對 那彼此之間就不分你我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帶大家 進去體驗這樣子的生活 它不單單只是一個體驗行程 我們一直說我們其實在做教育 生命的教育 環境的教育 多元文化的教育 那全部都可以落實在這個裡面 你是哪裡人 我自己本身是台中人 然後住在花蓮今年第十年 啊!十年喔! 對 你是喜歡上那裡嗎 我是因為在那邊讀書 然後就愛上花蓮嘛 那也因為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 可以換一個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我覺得很棒 那我自己本身 對於花蓮的山海情有獨鍾 所以我就選擇留下來 那為什麼又會拓展到蘭嶼 其實因為原住民族的這個 圈子其實很小嘛 那我自己就到處在旅行 所以我其實到了蘭嶼去的時候 也認識了當地的一些族人 那我們在選擇要做的地方啊 不是刻意選擇它 通常都是我們被選擇 就例如說當地其實已經有很多在地年輕人 很努力的在做一些在地文化的相關事務 那他們可能做了四五年 只是一直好像沒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口 那剛好我們遇到了 那遇到之後我們講說 其實我們有在做類似的事 可以交流 那所以它就變成了我們下一個點 所以其實我們也很常跟大家說 我不是刻意選擇原住民 是因為我住在花蓮 我遇到的聚落是原住民 那如果我當時讀書是在西部 我可能做的是客家人 可能是米南人 有可能 所以我並沒有刻意的選擇 什麼樣的一個族群來做 剛剛美人姐講那個餐桌 就是說你們其實就地取材 連不是那個桌子而已 連飲食都是 對 那除了褲子肉以外還有什麼 其實像我們在一些季節性像建築筍 建築筍我們也會把它變成一個設計的體驗行程 那大家就會跟著部落裡面的老人家 就是這一次提供場地的 我們就要去採建筍嘛 那採建筍下來之後 在那個過程裡面也許會有一些歌謠 那下來之後要學習怎麼處理這個建筍 但是這個活動更重要的意義 並不來自於 只是體驗一個採建筍而已 其實也解決掉了部落在這個季節性裡面 因為建筍的時間很短 大概兩個月 然後部落缺工的問題 結果我們帶人進去是付錢幫他們採 喔 那個是有人種的嗎 沒有其實它就是野生的 就是野生啊 喔 那他們就去野生的然後就是採來賣 對 可是他這時候我們幫他解決了幾個問題嘛 一個是你在通常這種時候 部落裡面有很多青年的勞動力 就不足嘛 都外流 所以他們等於是花錢要請人來做 可是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我們要體驗 我們要體驗 我們要學 我們要花錢去幫他採 那採完之後 我們怎麼處理它嘛 那處理完大家都還會分到一份 譬如說一斤 兩斤是你可以帶回家 我們就是完全的最低碳足跡 那最近的距離從產地到餐桌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加值 就不是只是我買建築筍而已 可能買建築筍一斤兩斤是300塊 所以其實各位經常有去什麼199熱炒 炒個建筍 對不對 其實我們吃到的都是罐頭的 都是在自加工的 真正新鮮的建築筍 不可能每個都長那樣的長度 也不可能你二十四小時 一年十二個月都吃得到 因為它是有季節限定的 這個青的炒得多好 真的不一樣 而且它那個大小小長長短短 都不一樣 然後也非常非常的清香 非常好吃 建築士 還有什麼 像你說食材嗎 食材的話 像我們之前還有 變成一個體驗式 也是體驗式的活動 像大家都有吃雞肉嘛 大家要下去抓雞 這哪裡抓? 就是當地的人養的 然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養它 放山雞 對 然後大家要去圍 圍捕這隻雞 對 有很多在地的一些素材 那像海邊的話 我們到 譬如說港口部落去 就還有一些海菜 海鮮類 然後還有的是還要下去幫忙趕魚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傳統的方式 然後大家真的要下海去趕魚 我小時候都聽到那肌體的聲音 對 可是我到台北來 已經不曉得幾十年沒聽過肌體了 真的喔 阿回去鄉鄉忽然聽到肌體 忽然很感動耶 對 你知道嗎 現在就是人很可憐耶 對 那你就把鬧鐘改成肌體的聲音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問一下就是說 通常是你要這個參加他的旅遊不容易耶 要測試還要篩選 要測試什麼 例如說我們會在網路上讓大家報名嘛 還要符合一些條件 那其中一項就是你要先寫信過來 然後告訴我說你為什麼想參與 然後假設我們是藍魚好了 我就還會要你去 在信裡面還會提到說 上去藍魚絕對不能犯的三種錯誤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然後就會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誰會知道 我們就是不知道才來 所以你要先做功課啊 對 因為其實我們要跟大家 我們在這個設計的內容裡面 我不是只是要你來遊玩 我是希望你真的可以 對 他是有一些基礎的了解 對 你知道嗎 透過這樣讓他了解文化 他也不知道耶 他也是做城市導覽的耶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但是可以問Google 對啊 Google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會很強調這件事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覺得旅行的那個本質 就是你要去認識 尊重跟你不一樣的人嘛 對 那你要尊重的基本條件是 你必須先了解他 什麼是不喜歡 或者是他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困擾的 那你沒有觸犯這件事 你就會很容易的打入他們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這件事情上 我就說我們不是旅行 其實我們比較像教育 那像以蘭嶼來說 這時候就可以問問大家知道 譬如說上去蘭嶼有幾件事情 你一定會遇到 但是你假如做這個行為 你是不被歡迎的 有沒有大家可以講一講 像我們是有 我們漢人的習慣在上面試禁忌喔 嗯 好 上山打獵之前 不可以打噴嚏 對 這是 打獵是布農族 對啊 不是蘭嶼啊 蘭嶼的 蘭嶼的 女生不可以去 去哪裡 看就上船去捕魚 對 女生不能 對不對 為什麼 其實有很多的禁忌 就是一直傳承下來 好啦 這有哪三個是我們一定會碰到 好 我想要講一個很有趣的 大家都覺得不可思議 就是你如果看到蘭嶼人要下海 嗯 不能跟他打招呼 嗯 像我們在我們的習慣是在路上 看到人 你要跟他打招呼 阿達阿達 欸我正紅衣啊 對對對 可是如果你在那邊 啊不然我美人阿姨啊 對 那如果在蘭嶼上面喔 你看到有人家要下海了 你跟他打招呼 對 他就會很生氣的直接回家了 為什麼 他那天就不能捕魚了 為什麼 就是在島上他們的禁忌嘛 就是他們如果說遇到 還有例如說你 就像他 有點惡兆的味道 對 或者是你手上有拿橘子 他也不能看到橘子 然後有很多的禁忌 你問他為什麼 他也不知道 他也說不出來 可是他就可以說得出來 誰家的小孩曾經遇到 結果下去就出事了 喔 他是會驗證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就有人 他看到橘子還是下海了 但是就出事了 要下海的時候不可以叫他 盡量不要帶橘子去蘭嶼 對 蘭嶼也不產橘子嘛 對啊 還有呢 然後像 香吉士可以嗎 我還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在那個蘭嶼的機場 你一下也會看到賣一些紀念品 然後就看到衣服上面有印有那個貓頭鷹 對 可是如果你認識蘭嶼的話 你會知道他們 貓頭鷹對他們來說是 比較是不好的象徵 如果有貓頭鷹在誰家附近 可能他們家會有人過世 然後我就在心裡想說 哇那如果你穿這個衣服走在路上 不是就交不到朋友了嗎 可是我看很多人穿 我就覺得 欸這個 對人家不尊重 對其實他們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就不會把貓頭鷹這個東西帶在身上 所以不要帶橘子 不要帶有貓頭鷹 不要穿有貓頭鷹圖騰 或者帶貓頭鷹造型的東西 對 好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 譬如說他們在那個飛魚季的時候啊 他們的那個拼板舟 拼板舟是絕對不能去觸碰的 甚至女生你要嚇到那個攤頭都是不行的 你不能離他很近 可是現在 像譬如說我們上去遇到很多遊客很興奮 就要去跟這個 所謂他們把他認為是拍照道具 在拼板舟旁邊要跟他拍照 甚至觸碰他 那對當地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不尊重 所以簡單這樣講就是說 你去人家 你明知道說人 去到那裡人剛才在拼板舟 你還穿紅的去 對 這就是觸碰人家的眉頭 對啊 你說像 前幾天不是一個在日本旅行 要到鐵軌裡面拍 他以為那個鐵軌都是慢車啦 或者是根本沒有車了 想不到那個是特 就是說很小的一站 但是那個是特塊車 根本就沒有停的 就把它輾過去了 台灣人喔 來先休息一下 你沒有做工作 不管做任何工作 都沒有讓你們到鐵軌拍照的 歡迎回到我們現場 秋衣 你是大中間的人嗎 大中間 是嗎 對 住大貴族台 小溪員耶 他們外公是小溪員 對 外公 他在梁州街那裡都很多 過了那班 過了那班 所以你從小在那邊長大 從小在那邊長大 從小在那邊長大 到現在還是住在那個街上 喔 大中間喔 所以你原來你自做旅行社都街上人家出過旅遊對不對 對 就是進入社會以後就開始都在旅行社工作 那反而對自己生長的地方不熟 所以你住大稻城 對 就是好像這比較很有深的感情 但是說得出來 但是好像真的沒有那麼了解 嗯 那我問一下大稻城的特色是什麼 特色喔 就是 這裡就是 一個 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嗯 如果舉個例子 我們小時候我們都是 在庭仔卡 擠頭 因為我們做生意那個車子都推到庭仔卡上 所以小孩子也在庭仔卡 所以出名討貝就是 大家都認識 嗯 從小到大的 鄰居 大家童年啊 都玩在一起 然後長大以後大家還是住在這邊 嗯 所以到現在成家立業 鄰居也是成家立業 然後也都是 好幾代兩三代都是在這邊 然後彼此都認識 這只是你的記憶 我不覺得好玩 請問你要給人家導覽 就是告訴人家 這是你小時候的庭仔卡嗎 我覺得這個 你要導覽什麼 比如說我們就講庭仔卡好了 好 庭仔卡這件事情其實在 他真的要講庭仔卡嗎 庭仔奇樓嗎 庭仔奇樓 因為其實很多的台北人 他沒有辦法去體驗 庭仔卡的生活的感覺 因為台北大部分其他地方是 沒有齊樓 很多人都住在公寓裡面 那現在更多台北人 是住在電梯大樓裡面 嗯 可是我們從小就是在那個 庭仔卡生活 所以我們會去告訴他說 這個是一個 我們大道成的在地的人 我們商人做生意的小孩 或是店家 我們就是在這個空間 場域裡面做生意 所以如果你要來認識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來認識庭仔卡這個地方 庭仔卡 你還可以介紹什麼 比如說我們可以說 以前我們城隍廟 爬樓的時候 就會辦桌 我們叫庭仔卡辦桌 哦 庭仔卡辦桌 對 庭仔卡辦桌 大家在這裡吃樓 走在外面路 對 因為大道成其實光是迪化街 就很多可以講的 對 很多就可以講 然後 而且迪化街當時是我們的 台北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對 對 到現在還是很多的長輩 對 他們其實也是我們這個 股市的這個幕後的大戶 對 都還是 對 而且那邊的 那邊的有錢人 吃東西跟一般 一般當時候 台灣其他的社會的 其他社會的人 都不一樣 對不對 他們早上就吃鮑魚耶 因為那個 車輪鮑 那時候就進來啊 就是這樣子啊 早上就開鮑魚再吃 我聽說啦 有沒有這種說法 我們小康之家就沒有過那麼好 那還有就是說 你們在沿途的時候 因為台灣的小吃很多 那這種巷弄美食 其實也是 介紹的一個地點 對不對 那有沒有分 在地人吃跟觀光客吃 在地人吃我們會 我們在那個 你會保護 馬祖坑口 我們有一個 馬祖廟慈聖宮 前面有一整排小吃 喔 在哪裡 在什麼街 慈聖宮 在巷子裡面 在那個延民北路 跟兩座街巷子裡面 對 然後他只有做到 大概下午兩三點 就只有中午那個時間 大部分都是我們在地人去吃的 對 然後就是 都是很在地的小吃啊 可是在那邊 是台北唯一一個可以在廟店 吃東西的地方 在廟城裡面吃飯 所以 所以你 你導覽大廳店 一般來說 還有多少人帶你去 我那個 小吃的那個是限十個人 喔 還空嗎 對 空 10個人 我不要太多人 不要 不要收 就十個人就好了 因為我那個想法是想說 有點像是我帶我的朋友 人不要太多 三五好友 我用小吃蛋裡去認識大稻城這個地方 其實莊永明老師也在那裡做很多講解 他自己在家也在那裡啊 莊永明老師 莊老師 莊老師帶的會比較偏文史類 文化類的 對 我們現在比較 我們在講文化歷史 我們當然沒有莊老師這麼深入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比較生活面的方式 帶大家認識大樂 莊老師喔 那時候每次帶團 一定會到達圓環 一開始說 這本來是怎麼看的地方 那個人喔 改用布到變成這樣 那個人 那時候都開放給他進來 那你可不可以講 就是說我現在報名 那你會帶我怎麼去做 我們其實有大稻城 我們可以好幾個路線 主題 比如說我上個月辦的 我帶了一場是 大稻城的電影場景的導覽 其實大稻城從日本時代開始 就排過非常多的電影 那時候我們都不曉得 那我就帶大家一一去看 這些曾經拍過電影的場景 甚至有好萊塢的電影 都在迪化街拍過 然後在日本時代的1930年代 也有美國電影公司都來取景過 對 類似這樣子 其實我們從每一個主題 都可以去切入 來介紹大家所看到的大稻城 你們有中文、英文跟日文喔 對 中文英文 真的有不同語言的客人來喔 對 我們會有 我們自己有不同語言 三種語言的網站 然後會針對這 三種語言不同的客群 會排不同的內容 現在還是講中文的最多吧 中文還是比較多 那日文跟英文的比例呢 日文 然後再來是日文 然後英文比較少一點 英文比較少 對 因為日本人對這個地方 還是比較有一點歷史文化的前面 對 然後另外也是說 我們台灣對外國 介紹台灣給外國人說 其實相關這種歷史街區大稻城 這邊的資訊其實並不多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不知道要來這裡 因為我在法國的一個百 就是大概兩百年的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茶 我都叫他什麼 馬黑兄弟那樣 他的當時的那個Logo 他們還在 現在還法國的那個店裡面 還有這個茶的Logo 旁邊有 它就是好多英文字啊 然後這邊有一排 就是寫福爾摩薩 福爾摩薩 因為當時我們是非常 他從台灣進非常非常多的茶 就來自福爾摩薩的茶 這個就是 其實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非常 有歷史記憶的東西 對 你以前說 你都會帶來 去中央漁貨市場 是 去睡嗎 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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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菜跟魚貨 魚貨 因為我們去的都是果菜市場 因為魚貨都已經都沒有了 早上九點十點都已經沒有了 魚貨市場 平常一般人不能進去 對 它不讓你進去 要特別申請 是怎樣 因為它是不希望你去干擾 它那個拍賣的景色 劃劃 對 像這張照片就是 中間這是拍賣館 然後這些其實是 這些批發的魚販 對 他們會有他們的術語跟那種 口號 手勢 這有什麼好介紹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其實我們是想要 傳達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我每天我在餐桌上吃的那個魚 其實台北人根本不知道 它怎麼來的 其實在這個魚從港口 然後要進到你餐桌之前 其實中間其實有經過非常多的關卡 包括貨車從港口運過來 運到批發市場 然後再從批發市場 賣完了以後 賣到零售市場 包括超市或者一般的 我們傳統市場 然後再到你家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傳達就是說 我們台北都市人 我們在吃這個魚的時候 我要去感念 我要去知道說 這麼一人辛苦 我們到這邊的魚在那裡 對 像我第一次去採線的時候 我非常驚訝 為什麼三晶半夜 在那邊好幾萬個人 其實漁獲市場只是一小部分 還有外市場 外市場 上萬個人半夜就開始在那邊工作 他們供應了整個大台北地區 的這些魚類還有國菜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也會知道他們的手勢嗎 我不知道 其實好快喔 對 很快 啪啪啪啪就喊完了 而且大家的默契都知道 是這個 這批貨是誰要這樣子 對 就是 我那時候 就早期我大概 三十來歲的時候 因為我老實說 我負債還蠻多 因為算高級輸了很多錢 就 就 這個 就是要省錢 因為錢不夠 所以我都去 那個環南市場那裡 買 家禽的市場 買那個什麼 魚仔買 超魚買 大年 大年 因為大年 大家是要愛那顆頭 去煮火鍋 那我就切那隻味 再來就是雞藥 雞藥也沒什麼人愛 這樣 那我去雞藥的時候 他就有台雞 你知道我才發現 我才告訴我 因為我都帶我小孩去看 就說人家有多辛苦 想不到意外的收穫是 那台雞的人 他的小孩 睡在哪裡 你知道嗎 坐人上面 那個 那個鐵座的那個基隆 是基隆 小孩睡在裡面 這樣就不讓它瘦起來 不然你精神 你沒用生理 如果精神 他不知道他跑去 你不知道他跑去 小孩這樣就跑去 是啊 那些人多辛苦啊 他們沒有辦法像我的小孩 那麼幸福啊 所以那個剛才是漁貨 對不對 還有這個是果菜 對不對 還有水果 蔬果 對不對 這都是大台北地區最重要的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這邊還可以看得到的是 你看 這個是水果 對不對 電動車 電動車 像這樣子是批發市場裡面 他們都是載這個電動車 在載貨 OK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就是 漁火 這已經是外圍了啦 對 比較外圍了 再給另外的其他的小販來掛火 這樣就對了 然後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舊的市場的照片 多舊 就是旁邊那個 西寧的西寧市場 西寧市場 最早的 對 然後其實在更早 西寧在之前更早的批發市場 其實是在大稻埕 在太平市場 它有一個歷史脈絡這樣子 是是後來從事越來越大了 對規模就越來越大 規模就越來越大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找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三角形的 叫什麼 過雷 杜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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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特別 台語啊 台語過雷啊 這裡有很多人去嗎 過雷啊 我們幾乎開團就是 那一個提示大概都會額滿 然後大概限量大概20到25人 對 那這幾點要去 就是三點幾合 哇 那現在會帶我們去吃早餐嗎 就是結束了以後 我們會帶大家去吃那個 市場的人他們吃的早餐 什麼意思 裡面有洛賓 有洛賓 有洛賓 對 有一些是洛賓 有一些是市場裡面 小販他們也有座位的 嗯 譬如說吃個粥啊 或是吃個麵 這種 然後那種都是假醜吧 很便宜 一碗粥10塊錢 然後你可以吃好幾碗 然後小菜 點幾個小菜這樣子 或吃個麵 因為我們去日本 也有去那個 這銀座附近的那個竹地 對 也是他們的一個魚市場 他們那個市場 有外市場 因為裡面的魚市場 也是我們一般人進不去的 因為那是在拍賣的 然後外市場的外圍 哇 日本人一大早吃鮪魚蓋飯耶 真的 很恐怖 然後後來當然 因為觀光客多了 很多其實是應付觀光客 當然要在地的人 才會帶我們去吃 說他們在地 漁夫他們自己會吃的 現在那些民店 一大早就要觀光客排隊排滿了 所以大概他們在地人 沒辦法再吃 我跟你說那個魚市場 批發市場旁邊的早餐很好吃 因為我吃過 我以前買完菜以後 我就在那邊吃 我叫稀飯 炒豆子 還有最好吃的 是燒蟲 燒蟲 燒蟲是鹹的 然後再來有花生 吃到好吃到 我一天跟我們帶來說 老婆 我請客 我帶你去吃好吃 結果 記得一邊叫麵 在這個地方吃 真的是很好吃 來 先就一起吃一下 我們吃的東西很多選擇 我們在那個海鮮 港口部落裡面 我們早餐都只能吃 什麼龍蟲 剛剛我們意外談到說 吃早餐 有人陪你唱 說他們吃的早餐 就是吃酸 苦酸吃酸 苦海吃海 你苦海吃什麼海 我們沒什麼選擇 就只能吃龍蝦 早餐 早餐 早餐啊 裝得到嗎 其實我們的那個 郵城裡面 有提到很多在地食材 就像現在這個季節 到海邊去 就是有時候可能 不小心跌倒會受傷 因為可能撞到海膽 撞到海膽 海膽有氣餒 所以其實我們有一些特殊的工具 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不是強調那個食物 我們在強調的是 你如何去取得 它有很多的生態知識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也可以知道 這個環境在變遷 因為可能老人家就會說 以前這個漁場 它有什麼樣的東西 現在都不見了 對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跟邱伊大哥在做的事情很像 就是我們一直要跟大家強調的 是來自於說 你要真的去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對 它有什麼東西正在發生 或是正在消失的 對 辛苦了齁 不會不會 早餐就被 被屋裡吃大 是龍蝦嗎 那問一下 問一下就是說 其實還有一個走法 就是看招牌 對不對 看字型的一個變化 因為我有在圓環猜過 那邊有個很有名很 雖然現在唯一僅存的駐制行 台灣精存的 精存的 對 日行駐制行 駐簽制的 駐簽制 這個很特別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 它到老的那個簽制 對 因為它以前都專門供應那個 中打機器嘛 對 我跟你講 我們以前 天啊 我真的難怪被叫阿姨耶 我是有 我是有打過中打的耶 中打是什麼 中文打字啊 簡字嗎 你說中文打字機啊 什麼 我們要看著那個字型 然後我們要這樣練 你懂嗎 然後去剪字 然後啪上去 然後再排過來 然後 我們要把那個字的排 就是大概會有一些符號什麼 我們都要背好字型什麼的啊 有那個字盤啊 然後一些特有的字 還要再換字盤 然後就有一台 我們有 我們要上中打課 因為民國四十幾年 他盧士林高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麼精明 你知道我還有上中打課 有一天用 後來用電腦打字 我們以前是有那種 一台機器 我 啪啪啪啪啪 然後 反彈上去打上去的 你知道 簡字你知道嗎 然後他 叫那個字盤 對啊 因為這個 所以那個我真的好有印象 所以珍貴是 以前其實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 我們就有這種工人 那現在完全就用電腦打字 然後就不需要了 這樣 所以這是非常珍貴的文化之材 這間還老了嗎 對 還六十 他這樣就成功了嗎 他現在有 用這些簽字 重新去做一些比較 所謂的文創商品 我們重新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 四個字拼起來 我就變成是一個像印章 然後把它做成文創商品 或是做一個經驗品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 把這些原有傳統 舊的元素 我們重新去發想 那其他就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讓它有活化它 這樣 是是 這老闆都有得動到現在說起來 一定都有不同的生活 真的啦 別人都轉行了 他不轉行就是堅持嘛 所以你們還帶人家去看 這個巡弩箱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字形 就是我們跟有兩個 專門研究字形的年輕人合作 然後規劃一條去認識 台北的字形 這樣子的一個導覽路線 對 比如說像這個字形 我們就可以去研究說 它是什麼年代 它為什麼是要用這樣的字形去寫 然後它是怎麼樣子印上去的 像它這個可能是比較近代的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整個印上去 那如果早期可能是用那個 那個 鐵片的那個鐵皮疙瘩的 直接漆上去 對 那它其實都背後代表了 這整個時代變遷 產業的變遷等等 那還有美觀 還有不同的單位 比如說政府單位 它可能會用比較中規爭取 那如果是商家 它可能用什麼樣不同的字體 名體來去呈現 喔 有有有有 這個可能也是喔 對 甚至對這種台水 這個人孔蓋 也有它自己 它的那個規矩 跟那個 那個知識 智慧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都太衝觸 都沒有去看人孔蓋 其實人孔蓋也有些設計得很漂亮 對 有時候我們都在路邊看到人孔蓋 欸 這個是鹽坪區 我就很開心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鹽坪區了 欸 有一樣耶齁 對對對 很多小的一些過去的記憶 都在我們的生活的角落 喔 這個叫北什麼水啊 北污水 北污水 北污水是可能一個 一個 污水處理場 對 污水處理場的管轄範圍 喔 OK就沒了 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那個 喔不 前往我倒湯而已 你是不是 杏仁露 冰那個杏仁露在裡面 喔 杏仁露在裡面 對對對 非常傳統的老味道 對對對 喔 這是杏仁露 就是吃起來脆脆 杏仁 杏仁的豆 杏仁露 對 杏仁露 然後加綠豆 然後加紅豆 對對對 好 還有呢 這是什麼 青草茶 這是我們那個 永樂市場旁邊 有兩間百年青草茶 青草茶 要跟人家萬華拼什麼啦 我們是百年老店的青草茶 不一樣啦 因為其實大稻辰大條店 它就是一個批發的重鎮 一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所以它那個青草其實是 很草藥都是 以前都是北台灣供貨的源頭 青草茶 對 青草茶 其實我 我剛才在拍拼的時候 我買那個藥草也都去那裡 對 對 而且特別跟大家強調 就是我們現在吃的中藥 大部分都是很自中國大陸過來 可是我們青草店的老闆都很自豪 所以這是我們在地 台灣自己的 台灣菜的 台灣菜的 對 大部分青草是台灣菜 因為我去買的時候 這怎麼可能是中國 因為它是大麵啊 對 它是新鮮的 對 不是啦 因為中藥跟青草藥邏輯不太一樣 對 很多中藥不能吃新鮮的 它有毒啊 它一定要賽制 它要烤過 它要陪過 甚至它要勁 要泡 要煮 要切 然後呢 要把它的那個毒性去掉 只留它的藥性 而且坦白講 就是說其實好的中醫師呢 他們最需要的是有好的藥 為什麼 因為同樣都是都是開這個黃旗好了 OK 欸 有正北旗 有黃旗 產地不一樣 製作方法不一樣 那個藥效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對啊 就是講人參就好了 有西洋參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所謂長白山的人參 有東洋參西洋參 還有黨參 各種參 就是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中藥不太可能 就是它 它真的有它產地的一個元素 但是我跟你講 提到這個 現在有很多人呢 因為中藥的重金屬含量太高 所以很多人現在卻希望能夠在 甚至於在大陸在台灣 找一塊地來做重中藥 就是 就適合我們這塊土壤的那種藥呢 自己種好了 不然都是進口的 可是坦白講 台灣很多氣候 我們的枸杞 就種不出零下的風土 種出來的東西 所以 那還是有它的地域限制 所以才會說 這樣子的一個導覽有意義 因為它就是非常非常地 在地 在地的東西 貼近我們的土地 貼近對 包它沒有的 只有我們酒有的 清炒茶 好 好啦 我們來喝一杯 好不好 白年老店的 OK 這是什麼 這是雞蛋糕 這個雞蛋糕也是有故事的 很有趣喔 我看到這個老闆說 你怎麼在大雞蛋糕賣香港的雞蛋糕 然後他就說 第一次認識他 他說我是香港人 阿伯大概六十幾歲 然後第二次去訪問他說 他來跟我講 他其實不是香港 他在大雞蛋糕出生 他媽媽 他媽媽九十幾歲 還在大雞蛋糕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就帶著老婆小孩去香港 老了退休以後 最後才回到大老城這邊來 然後再賣這個雞蛋糕 因為這個我在香港吃過 還是香港的朋友 特地帶我去吃的 說來吃吃我們小時候的味道 對 就是這樣很單純 懷舊 而且它裡面是軟的 對 裡面是軟的 外面是有點脆的 裡面很軟 跟台灣雞蛋糕比較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台灣有在賣啊 對 就是在我們大道城那邊 OK 好 這個呢 對對 這個是殺魚煙 殺魚煙 我們那邊好幾 好幾間 這種 很多大哥 他們就是中午就開始吃 在那個慈勝宮啊 或是那個 楊州街那個 那個阿華 沙魚煙啊 或是我們延山夜市啊 好幾攤 我們那邊好幾攤 就這樣 台灣很多社會自然 就是吃沙魚煙配酒的時候 喬定的 對不對 阿沙秉波 你那小孩也要處理一下啊 不要說不要成這樣 就這樣 對不對 不然你擁和的 你要處理一下啊 叫警察 不如叫大哥 對不對 對啊 殺魚煙不是白癡的 認真在喬子晴 要不然早就已經 心風血雨了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有人吃不到沙魚 我們要叫他 好嗎 要介紹一下 是啦 去買麵鹽那邊吃 買麵鹽 買麵鹽 在哪裡 在安西街那邊 很有名 是三代的 80年老店 喔 80年老店 刷魚煙很好吃 對 一定是老祖國 你說 對 都是出名的 大家都是吃菜 是 芒果 對芒果 芒果好吃的也很多 超多的 先介紹一下 怎麼會把街友福島就業成導覽員 這是因為 大概兩年前 那時候我在英國旅行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 那個時代 商業走坎 他就有一篇文章在介紹說 倫敦當地有一個很特殊的導覽 是街友當導覽員 然後那時候我看看 我就覺得 好像蠻有趣的 但是因為我對街友吃完全都不了解 我就想說 反正我接下來要去倫敦 我就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就跟著他們走一走以後 就發現 這真的是相當讓人能夠反思 而且完全就是洗刷我 對於一般街友的刻板印象 你對街友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可能就從報紙上來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要拿水噴他們才會走 對 這是一個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是他們出於自己的選擇 他們愛好自由 身性懶散 所以他們是自願變成街友的 耗吃懶坐 對耗吃懶坐這樣子的 可是 你跟他們走以後 因為你會透過導覽員講述 他裡面會有一些他自己的生命的歷程 可不可以告訴你在倫敦哪裡找得到街友 倫敦到處都是街友 真的 就是你在一般的觀光的街道上面走 走一走 每個block都會有 不是啊 他就坐在那邊有他自己的故事 甚至寫個牌子這邊 沒有 或者有的是就蹲在那邊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是導覽員 他是可以線上報名 所以他們不是說每個街友都是導覽員 而是有一個組織 他們也是訓練 街友成為導覽員 然後他們會online 可以去booking他們的導覽 然後你就他們在什麼時間 在什麼地點就去那邊 你報名然後再來你被訓練 你才有辦法 那你當時報名的是 booking的是什麼區的導覽 其實他們那邊大部分 以那個倫敦的南區為主 就是和愛引南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有很多條路線 像我跟的第一條是 那個倫敦橋那一區 那一區其實就 其實現在是金融區啦 那邊的話 對現在是金融區 可是他其實他講的 雖然是金融區 可是他會講的是 可能是他中古時候 那個時候的情形 那當然中間也會經過一些 就是一些 街友以前曾經聚集的地方 他會跟你講說 這邊可能 因為他們也會有一些 不友善的措施 他會講一下這些東西 然後也會講到一些 在中古時代的時候 有一些當地的弱勢族群 在這邊的一些遭遇 譬如說中古時代的妓女 那邊曾經有一個監獄 是把那個時候的妓女 這等於其實有點假道學啦 你覺得賣儀是不道德的 可是你要他們用賣儀去維持他們的生活 然後到最後其實在這個點的最後 會到一個亂葬崗 是這十年後來發現的 他們之後去世之後 因為他們就犯了七戒嘛 所以他們的屍體是不能夠放到一般被 那個天主家 買賬的 對 所以就是要進入那種沒有被淨化過的土地 那地方就是一個亂葬崗這樣起來 所以你就會在這邊 它其實裡面會有一些 對這個社會的反思 就是那個時候 大家覺得這樣做是理所當然 可是 你現在再回頭去看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說 這樣真的對嗎 就是說這是一個 真的被欺壓很久 完全被歧視 連死了之後 他想要得到最後的救贖都不行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除了他自己 皆有本身的部分的話 你同時也會看到一些 對社會可能是以前的現象 或是現在的一些變遷的現象 你會有一些反思 沒錯 貴不貴 那個時候是 就是參加一次就是十磅 十英磅這樣子 十磅差不多五六百塊 對 然後 多久 九十分鐘 多久 那幫你繞一下而已對不對 對 大概走個三到四公里 所以你是受那樣的啟發 所以想把它帶回來台灣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倫敦當地有非常多的 那個土木導覽 那是百家真名 可是我覺得他們給我的感覺很不一樣 因為可能他們的大人 並不是像一般外面的那個大人 就感覺非常的專業 其實就是 是有點距離 比較油的 可是你跟他們一起 比較油 對比較油一點 雖然他們是真的很專業 可是你跟他們的大人一起走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是 跟朋友 然後他是真的很誠心誠意 在分享他知道的東西 而且你真的透過他的眼睛 你看到倫敦的另外一面 因為他們走的也不是就是那種 很熱門的觀光景點 對 然後當然 某個程度也是反轉我對於街友的印象 就是透過他們的眼睛 他們講述他們的同伴 或是他自己本身的生活 你會發現到 原來他可能在街友上的生活是很危險的 然後他們可能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因素 然後在街頭變成街友 那他有跟你分享他為什麼成為街友的過程嗎 像有的就是看每個導演員的路線 他們的特性不同 那像有一位的話 他自己本身是挪威人 一個女生 然後他是在英國結婚生子 但是後來就是婚姻就離婚了 然後最後他可能那個時候沒有辦法承受這個打擊 所以就欲絕不振 後來就變成了街友這樣子 對 有點放棄自己 就是 對啊 當你一個人就是獨生在外 然後 你認識的人被 我不能說背棄 就是說分開 你沒有社會 你沒有家庭的支持的時候 那時候 你剛好在一個很低潮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 跌下去就很難再站起來了這樣子 所以你回來以後就組這個協會嗎 我其實是參加這個協會 對 因為這是一個在萬華這個地方 有在 就是他們裡面的人 其實很多都是在遊民直接服務界做很久的社工 那他們其實是對於遊民服務這邊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因為其實台灣目前對於遊民的服務 就是政府機關鍵所提供的其實都還蠻 就是 蠻提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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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多可能是一種驅離嘛 或者是說 都被關就對了 對就是 你不關鍵 我也沒看就好了 現在政府的觀念就是這樣 其實有提供安靜的地方 可是遊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們也很困擾 就是說 他們住進去好像不久也就又走了 因為那裡面的約束還是比較多的 對 對 這時候會牽扯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提供一個地方 但是 你會覺得說 喔你有一個地方睡 你就應該要 謝天謝地了 可是其實對每個人來講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自尊在的 那他如果他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感覺到 自己有受到尊重的話 他其實也許會 在天氣狀況比較不那麼惡劣的時候 他們可能寧願 對 在外面 而且其實就是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在台北 至少是在台北啦 台北這邊的遊民跟國外的遊民很不一樣 在台北大概有七成的遊民是有在工作的 喔是喔 對 他們是有在工作的 只是他們的工作 我曾經跟他們買過大字雜誌 喔對 有大字 然後 除此之外其實他們做很多是一些比較低 勞力階級的工作 例如說你在路牌看到那個舉牌啊 那也是很常 一天七八百塊 對 一天大概七百五到八百五這樣 阿和也有做過 對 那或者是有的會做工地出工 那有的會去做那個警衛 然後有的可能就是掃地啊 或是清潔 其實就是一些比較不穩定的工作嘛 因為像舉牌現在也不是每天都有 對對對 那你工地出工你做一天 你可能要休息個一兩天 所以就是他們賺的錢其實比較 沒有辦法支持他穩定的居住 那 你就像居住跟肚子餓 那當然是肚子餓比較重要 他們當然也不希望你覺得 就只是施捨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 乞討的人是在裡面非常少數的 那個時候我在英國的時候覺得說想試試看嘛 然後我就一回來聯絡我的朋友 然後我朋友就是剛好 還有朋友在大字裡面做事情 然後我就跟他們聊完以後 他就說我覺得有一個人應該對你會有幫助 就是一個社會局的社工 他就把他的聯絡電話給我 我就說嗯好 然後第二天起床後就鼓起勇氣打電話去自我介紹 然後就跟他講講話 他就覺得好像還應該可以玩玩看這樣子 就立刻下午約見面 然後那一次見面就遇到阿赫 然後就開始跟阿赫聊 阿赫你從哪裡做街友 他那時候他叫萬華 萬華嘛 對 我們的街友大部分都集中在萬華 萬華比較多 因為這有點他歷史的因素啦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的街友還是以中高年齡的藍領勞工為主 因為他們大部分可能在年輕的時候工商或什麼 他們也沒有勞保 也沒有什麼去保障他的生活 那可能台灣後來又經歷起另外一批就是企業吸進 倒閉潮 對 就直接吸進到大陸 或者是那種外籍勞工進來 那所以有些工地出工的工作也比較沒有了 所以就是比較多是這樣子的來你接近 阿赫可以說一下你的故事嗎 你為什麼變成街友 那時候為什麼會變成街友 那時候為什麼會變成街友 重要是沒有家類了 阿然後又是給 最主要就是因為給監禮站 給耽誤了 阿怎麼說 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錢的時候 他又給你開個一張法 但我本來是職業大貨車駕駛 喔喔喔喔喔 開頭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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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應該是工很穩定 比較有收入也穩定 對啊 不可能做街友 不可能會流動 是啊 但是八六七年的時候 有一個給我開頭駕駛 頭駕駛 頭駕駛 我做黨駕駛 我們家做黨駕駛的工作 我們家的公司 黨駕駛什麼叫 東改局 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 在宇蘭頭駕駛 大溪那邊 喔喔喔 是 那天晚上我記得 我們家做大溪那邊 有一個核心隧道 嘿嘿 東改局問得著 對 暗時要回去看房子 帶小貨車 大溪派出所的警員 趕快臨道路 臨前啦 嘿嘿嘿 那時候你開小貨車 一般開電動嘛 那又載下來 晚上我去做工 怎麼會把證件帶在身上 我說 我有駕駛 我有 要不然我開車 你跟著我後面 到我去工療那地方 我們有租房子 我們有租房子在那裡 你跟我去 那個警員說 不用不用不用 知道了 不用不用不用 他給我開了無照駕駛 我民國六十幾年 就在台北開自行車了 就營業 職業小貨小客車了 民國六十三四十年前 我就要開自行車了 我會無照駕駛 民國七十幾年 我變成職業大貨車 我會無照駕駛 我會無照駕駛 罰金很高 還給我發一萬兩千塊 稍等一下 因為這電話大便變遊民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所以阿浩 你就是那一萬二千塊開發燈後 你沒錢好餓嗎 是經過十幾年了 如果要給我開那一條 我帶了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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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用 我現在要再開駕駛駛 喔 幸好我先拿駕駛 那有六天 六天就七天 馬上我都要騎四櫃去找兩個亂 副運行 副運行 早跟那個去說我要做事 我要開車 所有的副運行老闆看到我的樣子 就說 老了退休了不要做了 你準你幾歲? 40... 那時候要60歲 我現在60 好 你不要把他養了40歲 沒有人要養了 我現在都50 養了30幾歲 20多歲 30多歲 他現在61 61歲 你現在61而已 做街友幾年? 10萬年 為什麼會跳這種阿和來做街友的導遊? 因為文錦他 張小姐他知道我是 我是讀虎人大學的 對 他其實講話還蠻豐富的 然後其實雖然他生活還蠻顛沛流離 可是其實還是一個蠻樂觀的人 所以其實他有一些特質 我覺得還蠻能跟人家打成一片的 那他要作為一個導遊 要經過什麼訓練? 其實像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有一些在地的團體 就是對這件事情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那時候有萬華色大 他們就是開了一個課程 其實兩個很專業的老師 導覽老師 然後我們就找了一些覺得有潛力的人 街友去上課 對 去上課 然後經過三個月之後 我們有辦了第一次的成果展 然後後來就是其實有一位 那個錦南大學的尋敏雄教授 然後他 他的就比較不一樣 可能是透過一個藝術心理治療的方式 讓他們去回顧自己生命歷史裡面 因為他們會成為街友就是 可能過去有一些失敗的經驗 就是你要有勇氣 站在這麼多人前面去導覽 其實你必須要對自己 要有知識 要能夠面對自己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幫他們開始回顧他們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後之後會比較有勇氣 可以站在大家的前面 這樣不然 好 你也稍微介紹一下 你的導覽 你也介紹我們 最主要是萬華地區嘛 對 他的無邪跟他的流浪的歷史很有關係 來啦 PK一下 人家這棘 青草棘 100年 我今天也想賣一個青草象 對 青草雞的青草象 對嗎 其實剝皮料理的範圍 就是青草象一直到龍山國中 是蘭寧路 誰都在那裡 蘭寧路 這十多個都 以前都沒有住 青草象的地是什麼地最好地 蛤 什麼地殊 青草象最出名的就是 市長街 他又號稱為市長街 那條街都出市長 黃啟瑞 周白蓮都住在那裡 哦 那邊是民人街 民人街 市長街 那條街專門 專出市長 所以 你就是扣導覽 一個收300塊 來支撐你的生活嗎 是不是這樣 他現在其實還有做 以公代正的工作 就是那個在公園裡面掃地 就是掃地的這個工作 再加上導覽的收入 是夠他可以生活的 因為文綺你做這個工作很好 其實就是說 讓大家可以因為他的介紹 而我們認識我們自己住的地方 那他也找到了一個工作 然後重拾他的自信 對 你流浪的時候 你三檔怎麼應付 好 等一下 你流浪的時候 三檔是怎麼改割的 沒有啦 那很簡單 很簡單 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有街友中心會公辦嗎 會有一些 好 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流浪的時候三檔怎麼改割 我沒有在創世紀金會 我沒有在那裡做魚缸 你現在創世紀金會 要扶植植物人安養 所以你去做魚缸 他會把我們分一分給我們吃就對了 那裡有公園呢 現在 公園也有人發便當 多少個公園比較好 專台灣 可能除了孟家龍山 但是剛才對面那個早前的網家路店 那個旗家廚那些 現在拆條買了跟他停車場 浪招了20年 之前有徵收回來做十二個公園 這個蒙甲公園 網家公園 全台灣流浪和最多 街友最多 還有誰有湯的吃 因為那裡有湯的吃 不會夭壽 不會夭壽 然後大家流浪的地方坐 那都是什麼人去發便當 什麼人去發便當 有時候我問過 有時候都跑到龍山寺 下宵下宵 下宵下宵 可以說 給他一個好心 我會貢獻五百的便當 來給這些好人吃 給他一個女兒 和阿公阿嬤送 很開心 所以你們算是晚一晚 到時就可以了 館一晚要有零食 對啊 人來客人 要不要 不想要 我們說很大房間 說很大房間 你們在那高層最多 一天可以拿到幾個便當 三個 一天可以拿三個嗎 三個不叫對了 不會啊 台北人證書都兩個 阿何你導覽的時候的神情其實還蠻有自信的 現在像阿何這樣的人 你們有幾位 我們現在目前有兩位 然後還有一兩位正在訓練中這樣子 不能再收多一點嗎 其實就是你可以想應該 一般人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就是講得這麼流暢 做大人其實門檻還蠻高的 對 阿何這是你導覽的蝴蝶籃大呂社嗎 這有什麼好 這有什麼好 前幾年 年底就沒有了 那就拆掉了 拆掉了 對啦 是說這有什麼好導覽 我主要是說那個老闆娘啦 老闆娘你老闆 我都叫他老闆 我做二三十年前我就住在那裡 他的房租很便宜 一天33塊 真的一天一月才33塊 先要拆掉了 先要拆掉了 朱約到期不再做了 因為一做就做 阿何貼就拿到那裡了 我不是農務 我不是要拿到那裡 他都照顧三龍娘就對了 好 那有 相信我很好 你拿這張照顧 這是什麼人 我來洗啊 這個喔 我們台東人很黑的啦 台東 阿不然你說你的皮膚啊 你是 我這個黑條街 我不是黑不洗 我今天洗兩次了 對啦 我是說 這個姊姊是和你失敗了嗎 這個 我那個朋友回去我們家 阿公說我這樣 說我這樣 老闆這樣 說你變遊民 沒有啦 他還把我帶回去 我們就回去了啦 我們是沒有事啦 我們是說 就是 他其實跟他大哥大姐 已經十幾年沒有見面了 那他們大概也知道他的狀況啦 因為他以前曾經敘酒敘得很嚴重 那家裡人應該就是 想要把他拉起來 可是拉不起來 所以就是很傷心 就後來也都沒有再聯絡 那他後來開始做導覽的時候 因為他有時候在導覽的時候 會講到他台東的事情 就有個遊客很熱心 因為他工作關係 他常常跑台東 他就去找到他的大哥大姐 然後把他導覽照片 給他大哥大姐看 然後聽說那時候 大姐一看到照片 就眼淚就掉下來 因為就覺得說 我的那個很讓人擔心的小弟 現在已經當導覽員 可以自己過生活 然後不喝酒了 後來我們就是 他就拍了這張照片回來 就是特地拿給阿和 然後之後我們就有安排 就說阿和就是 我們一起陪著阿和會 台東 對 會台東老家 就是跟他十三十四年 沒有見面的大哥大姐姐 對 其實還滿感動的這樣子 看到這個 十幾年 我… 旁邊的我的兄弟 這是阿兄 我的大哥 這是阿兄 我的大姐 這是阿姐 都七十歲了 七十五歲了 七十五歲了 後來有回去見面嗎 對 有回去見面 先不要再歡迎 我請示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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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Damit不下 我請示範一下 半戶